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抉择 最后不得不选择面对失败 虽然我身边还有聪明的中暗物使者和其他朋友 但是可不可以不要有这么多困难啊 小叔叔应该顺利回到出版社了吧 那你还不快想想接下来要找谁 我想想哦 哈喽 汉吉 汉吉 你还好吗 哦 原来是芝芝和妙妙啊 抱歉 我们要去妙妙家准备户外教学的东西了 先走咯 拜拜 拜拜 那两个女生是谁啊 比较斯文的是毛里长的女儿妙妙 比较豪漫的是芝芝 她妈妈 啊 对哦 妈 我回来了 芝芝啊 快过来 妈 怎么有这么多纸巷 因为我们要搬家咯 搬家 搬去哪里 我们要搬去市区啊 我已经帮你办好转学手续了 哈喽 下星期开始 你就是都心小学的学生咯 可是我不想转学啊 芝芝啊 这也是为你好嘛 市区的教学资源比较多啊 可是 芝芝 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 就这样咯 搬家后 你会告诉我有关芭芭的事吗 我刚忘记加盐巴了 每次都这样 妈 这是泡面耶 不需要调味啦 芝芝 你有什么事吗 芝芝 你妈在吗 在啊 你找她干嘛 我想请她参加农村战胜计划的课程 你看 就是这个 你家怎么这么乱啊 要搬家哦 没有啦 这个就交给我 你先回去吧 芝芝的妈妈就是下一个对象 好妈妈很开明哦 只是有点小跟金的样子 但是她一定会签名 是吗 芝芝 希望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怎么办 我好舍不得大家哦 而且还怎么跟妙妙说呢 芝芝 你有看到老师说的燕红露子百合吗 好想看看真话哦 芝芝 你一整天都没什么精神耶 不舒服吗 妙妙 其实我 没事啦 我去前面看看 芝芝 你妈签好报名表了吗 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 是老师说的 巧杯上的精灵 如果摘一朵给妙妙 她一定会很开心 芝芝芝 好 看我的 芝芝 今天好奇怪哦 一直在叹气发呆 还是我自己去问猴妈妈好了 好 那就摘几朵燕红露子百合送给猴妈妈吧 这样一定能说服她参加 原本来看看事情顺不顺利 没想到一来就发现你打算做蠢事 蠢事 可是我是为了快点说服猴妈妈 你知道燕红露子百合是台湾原生种吗 知道啊 老师今天有说 所以我才要采了当礼物啊 不可以 叶红露子百合已经因为盗采而面临生存危机了 是被列为濒临绝种的珍贵植物啊 这个我没听到 那我还是想想其他方法吧 差一点 芝芝 芝芝 我差一点就摘到了 你干嘛阻止我啊 你才是在做什么呢 芝芝 那可是燕红露子百合啊 所以我才要采啊 我要把花送给 芝芝 芝芝 你们在吵什么啊 妙妙 你来得正好 芝芝竟然想要倒采燕红露子百合 我只是想 芝芝 你这样不就和那些随便破坏生态的人一样 我只是 芝芝 你如果这么做 我就再也不和你说话了 我 我只是想把花送给喵喵而已 算了 朋友也没什么了不起 快点转学正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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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怎么办 芝芝完全不跟大家说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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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让芝芝用种子自己种就不用偷彩了 燕红露子百合用种子没那么容易繁殖的 啊 那你给我这个干嘛啦 我是要你去告诉芝芝 半生植物对燕红露子百合的重要性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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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请你看吧,好吗? 我不要,你们都是同一国的 我才不想跟你们说话 芝芝,你知道为什么燕红露子百合 四周常常能看到台湾炉竹和武杰盲吗? 不知道 因为它们是燕红露子百合重要的半山植物哦 半山植物 半山植物是生长在同一个区域 互相合作将生长环境变得更适合生存的同伴哦 为什么燕红露子百合需要这些半山植物呢? 因为它虚水但不可积水的生态习性啊 因为有这些半山植物的根和它互相盘结在一起 土壤才能变得松软透气容易排水 土壤变得肠保湿润又不积水 燕红露子百合才能成长茁壮 这些半山植物就是燕红露子百合最重要的朋友哦 小鹅仔 小鹅仔 我妈发明了新菜色 回上来我家试试吧 芝芝 芝芝 很漂亮吗 送给你 芝芝 芝芝 很重吧 我帮你背 芝芝 芝芝姐别哭啦 以后父亲姐就来我家 母亲姐的时候换我去你家哦 雨停了 电视已经来不及了 我乱发脾气 而且我就要 是 放心吧 大家都很想跟你和好 一定来得及的 来不及了 快点跟去看看 芝芝 安芝 干嘛都不理人啊 我们跟去看看 芝芝 怎么大家都来了 芝芝 我今天要跟你说 其实我 芝芝 对不起 芝芝 你彩花明明是为了送我 我却顾着责备你 芝芝 要道歉的是我 其实我很感谢小伟阻止了我呢 芝芝 芝芝 其实我 要搬家了 搬家 我妈说失去的教学资源多 转学手续也搬好了 我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毕业了 芝芝 芝芝 对不起 多了那么久才给你 芝芝 这样就可以了吧 我也希望能帮忙喉童发展呢 可是 只有喉童居民报名才算数耶 这样啊 那就没办法了 抱歉 真好 再见 阿姬 不要忘记我们 他会回来看大家的 再见 真正再见 阿姬 谢谢你 你还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再见 喵喵 来 哼 难得我妈妈很干脆的签名了 憨急 没关系 我会继续努力的 一定要凑齐参加人数 这样就对了 我警告你哦 绝对不要说见过我 请问你是憨急吗 嗯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你常和这只小猫咪在一起 那可能是我的猫 可以带我去找它吗 你现在是要赶我走就对咯 人类果然都是不能信任的 小猫咪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你我还有小陈 我当然支持你 我当然支持你 陈伯伯 冯队瑜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 我怎么好意思去高攀呢 我先走了